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水恩 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打开你的微信,然后掃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这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好了,回归今天的节目主题 其实它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 由于它是关乎我们每个人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再买关子了 今天要调查的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热辣辣的包 听到这里,各位街坊朋友可能就想问 这个包很普通而已,会有什么问题 不用急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相关的新闻 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就陆续有报道说 全国各地被检出一些旅超标的毒包 河北、重庆、山西、山东多地纷纷上榜 和我们临近的广东、深圳 亦都查出了14家毒包子的铺 而东莞最近亦都查出了18家的毒包子铺 据报道,这里其中有不少店铺 每天销售近万个含有刘酸女安的毒包子 但近日东莞就查出了18家超范围 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的毒包案 日前,东莞就查获了18家 违规使用含铝添加剂的案件 犯罪言人都在生产加工包的过程中 违规添加了刘酸女安 最近天气慢慢开始变动 不少的上班族为了方便和营养 都会在上班的路上买一两个辣辣的包来吃 但是最近关于这个有毒的包的新闻 真是搞到人心惶惶 究竟我们平时买回来的包 是不是有毒的包来的呢 商家为什么要在包里面加这个硫酸女安呢 万一我们不小心吃了这种包 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市场上面的安全 又应该怎么样保障啊 今期节目一一为你调查清楚 针对这一次的调查主题 瑞欣就认为要先搞清楚 报道当中所说的刘酸女安究竟是什么 现在我们就来到广东食品药品正业学院 找到杂培老师 刘酸女安呢 它实际上就是刘酸女和刘酸胺的一个复合液 但通俗的叫法呢 我们一般来说就叫它明反 原来这个刘酸女安是明反来的 一讲到明反的话 大家就很熟悉了 它不单只可以醋濕子氧 还可以被制铝盐 油漆 油料 澄清剂 霉染剂 造纸 防水剂等等 虽然明反的用途很多 但是多数都是用在一些化学剂上面的 大家都知道 用在化学上面的东西 是千万不能乱吃的 万一我们吃了有明反的那些包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吃了加明反的这个包子呢 如果是大量的长期的来吃的话 主要的问题就是明反上面 里边含有的这个铝的这个元素 那铝元素如果摄入的过量的话 一般来说它可能会在身体里面造成成绩 它的这个成绩可能一个影响身体当中 例如钙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 同时呢 对于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也会造成影响 可能对于儿童的智力发育 甚至是老年人的这个痴呆 都会造成影响 铝是一种低度金属元素 它并非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不会导致急性中毒 但食品当中含有铝超过国家标准 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人体涉入铝之后 仅仅有10%到15%可以排出体外 大部分都会在体内积聚 凤多种的蛋白质 酶等人体重要的成分击合 影响体内多种的生发反应 长期涉入会损伤大脑 尤其对身体抵抗力教育的老人 儿童、孕妇产生危害 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持活 老年人出现痴呆 孕妇涉入会影响胎儿发育 听完专家的说话 我才知道原来明法里面的类成分 才是造成人体健康威胁的元空 究竟市面上买的包 有没有明法这种成分呢 我亦都在不同的地方 买到不同的包回来 分别有五种 他们的基本信息 我已经提前写在这块板上 这五种包都是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买回来的 一号是一个半一个的素馅包 二号是一元一个的豆沙包 三号是两元的菜肉包 四号是两个半的肉包 二号五号的小龙包住四米一龙 究竟这些包有没有明法这种成分呢 如果有的话 是否和他们的价格有直接的关系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立即将他们送到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订过专业人用的检测机构 结果已经出来 这五种样品有三种含有不同量的铝成分 而根据结果显示 包脚皮的铝成分比馅这个铝成分要多 也就是说铝成分都藏在包脂皮那里 不过讲起这个包加了明饭这件事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因为我看到一些报导 就说有些店家是坚持自己没有加过明饭 但是检测结果显示 那些包里面的铝残留量全部都是超标的 如果店家在这里说谎的话 那就说明这些包之所以 铝超标都是他们主动添加了明饭 但万一店家说的是真话 那包里面铝超标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搞清楚包里面的铝究竟在哪里来的 所以现在我就来看看包究竟是怎么做的 或者在整包的材料当中 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现在想要学做包一点都不难 只要在网上一手就会有相关的食谱 没过一会儿随意就找到不少做包的菜篷 下面看看这些包是怎么做的 那我现在就随机点进去菜篷 看看那些面皮是怎么做的 首先看到需要500克的面粉 还有5克的酵母 还要加一点糖和盐 可以促进这个发酵 还有水的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菜篷都一样的呢 我们现在再打开另外一个菜篷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呢 这个菜篷同样需要一些低筋面粉 还有水 还有酵母 盐 糖 等等 还有些不同的呢 它另外需要炼鱼 还有这个油 还有这个泡打粉 那是不是所有的菜篷都一样的呢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菜篷 水恩对比了不少菜篷之后 发现做包的皮的材料 基本上是一样的材料 相同的做法 那刚才我都对比了很多菜篷 就发现那些面皮 在整法和材料 都是非常之相似的 有些呢 就是会用到油 还有这个练乃 还有泡打粉的 但是呢 在所有材料当中 我是没有见到这个明帆的相关字眼的 那是不是就代表明帆 在商家整包的时候 另外加了进去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同样找到泽老师来解答 帮斯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一些泡打粉 那里面所涉入的明帆 其实主要就是 在这些泡打粉里面 它们可能会出现 这些泡打粉呢 它们是属于含铝的添加剂 起到一些狂松作用 虽然呢 真相可能好像报道中所说的一样 那些店家是不知道 泡打粉有明帆的情况之下 才加了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都没办法调查 店家所说的东西是真还是假 因为无论是否自动添加 事实上 他们的包已经是铝销标的毒包 来的 在这里呢 我就想有个问题问了 之前杀老师都说过 这个明帆是在这个泡打粉里面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泡打粉里面 都有明帆的呢 我们继续调查 为了调查市面上面 泡打粉是不是含有铝 我们派出工作人员 去到不同的地方 购买泡打粉的样品 在购买之前 工作人员有问过 是不是含铝 没有铝的是不是 没有铝 但是店家有些就说不清楚 有些就说没有 最终工作人员 买到三种同重量 不同价格的泡打粉 在我桌面上 已经摆住三包的泡打粉了 这三包泡打粉 同样都是50克的 但是它们的价格就完全不同 首先讲讲最贵的 最贵就是一毫用两鸡鸡买来 而最便宜就是三毫 你看它的包装 那么简陋就知道了 才用五毫就可以买回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它的包装 和它们的成分表 首先看看一毫 一毫 果然是最贵的 包装都零碎 不同红档当的 一毫是写着 双效泡打粉的 我们看看它的成分表 成分表是写着 碳酸、轻纳、葡萄糖酸、耐滋 鸾酸、二轻纳、粟米、淀粉和柠檬酸 这包的成分表没有写着有铝 我们再看看二毫的 二毫的炮打粉 上面也写着 它是双效泡打粉的 但是我们眨眼一看 它下面很明显地标着 是写着 没有铝 两个字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成分表 是否真的没有 我们看到它的成分表 上面写着有 焦鸾酸、二轻二纳 碳酸、轻纳 食用淀粉、碳酸、钙、鸾酸、二轻钙 还有蒸柳、丹硬脂酸、金油脂 这个二毫的成分表 也没有这个类 难道所有的炮打粉 都没有这种物质 我们先看看三毫 再来看看三毫的炮打粉 三毫是写着 複合棚、松剂、香甜、炮打粉 它就没有标明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成分表 它成分表 第一个就已经写了是 硫酸、铝胺的这种成分 而且它后面还有 碳酸、轻纳、碳酸钙 还有食用粟米淀粉 蒸柳丹硬脂酸 金油脂和糖精 食用香精等等 刚才的三包炮打粉 我们可以比较得出 只有三毫是硫酸、铝胺的成分 但是就不知道有多少在里面 而1号和2号是否真的没有呢 还是它里面有 只不过不标出来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要把这三包炮打粉 打包 立即送到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在我们将三款炮打粉 送到检测机构之后 很快就得出了结果 1号和2号炮打粉 并不含有铝成分 亦就是说这种炮打粉 是没有混有明反的 但是3号炮打粉真的混有明反 每1000克这样的炮打粉 就有51.4克的铝 从今次的检测结果来看 我们之前送过来的三款炮打粉当中 其中有一款是含铝的 究竟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炮打粉 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究竟含铝的炮打粉 是不是国家允许的呢 到底有什么令到商家冒险 添加这个含铝的炮打粉 含铝炮打粉和全土發酵 做出来的包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又应该点变别放心安全的包含 下次回来我们继续调查清楚 那国家对于含铝的一些炮打粉 他们会有专门的一个规定 包括我们的国家标准2760 以及在2014年7月1号出台的 由魏机委等部门共同出来的一个公告 是要求除了我们的油炸的这些面质食品 以及我们的炮粉 也就是在食品上面裹一层面浆的这些食品之外 其他的一些面质品里面都不允许 再添加含铝的这些盆松剂这样的一些添加剂了 国家维计委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说 从2014年的7月1号开始 2014年7月1号之前已经按照相关标准 使用上述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 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冲 根据国家的规定 这个含铝的炮打粉 是绝对不可以用在面质品里面的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卖包的店铺 会违法添加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到他们愿意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们的这些包子铺有的时候 他们会违规来使用这些寒铝的炮打粉 一个是这些炮打粉它的价格 并不是很昂贵 比较便宜 第二个呢就是使用了这些炮打粉之后呢 这些包子他们的这个面 比较容易蓬松起来 减少了它发酵的一些时间 而且做出来的包子呢比较的宣 而且个头比较大 显得它的这个质量会比较多一点 为了验证这个 调查人决定自己也做一次包 一谈究竟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 已经准备好今次要制作包的材料了 为了可以同时进行今次的实验 我特意请了我们节目组 另外一位同事来帮我手 我们看到桌面上已经有两组面粉 是我之前已经放在里面 同样都是300克的 同时第一组的这个样品 我们就会用这个酵母 来进行传统的发酵 另外一组就会用这个炮打粉 来做一个发酵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开始了 但是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那很简单 首先我们就来秤一下 这些酵母和泡打粉 这一个都是五黑出来 五黑吧? 就是我这个也五黑 那我们首先就要进行这个了 先把它放在里面上 然后搅拌 就是倒进去吗? 好 好了 对啊 对啊 想来看看这些泡打粉 如果是零射白 是啊 而且我们看到面粉的颜色 完全是不同的 是那些米黄米黄的颜色 一看就知道哪些是泡打粉 哪些是面粉 是啊 在调查员和工作人员 将面粉拌好之后 就开始往面粉中间 一边慢慢加水 一边用筷子搅拌 在水加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用手开始搓面粉 等到将面粉油成一团不松散之后 就用保鲜膜包着盘 放置一段时间 让面团慢慢发酵 过了20分钟之后 传统发酵的面团也终于搞定了 不过和这个泡打粉的面团相比 还是差一点 那我们的两个面团 现在已经是发酵完畢的了 那我们这个加了泡打粉的面团 其实它在10分钟之内 就已经发酵完畢 非常之快 但是这个 因为它是传统的发酵 所以要30分钟才和我这个筷子搅拌大 对 调查员和工作人员 各自将面团油成长条之后 再用刀切成绿小团 然后将小面团油成包子状 电上薄纸 就可以放上蒸架上面了 好了 我们这个包已经做好了 已经放在铁盘上 下一步我们就要蒸 究竟要蒸多久呢 一步我们就开炸 就是让它的水滚了之后 所以我们可以放这些包 大概蒸15分钟左右 15分钟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蒸 好,水已经滚了 今次下来我们要调至1800 然后我们再将馒头放进去 好 好,我们再来开包 好 虽然瑞欣拼手奔脚 但是还是完成了做包的任务 现在只要等了15分钟 他们做的包就新鲜出炉了 好,我们现在的两组包就已经蒸完 我们先打开盖子 好香… 好香 但是我看到这个包 大了很多 对 真的比这个大很多 而且颜色还比你的白 你这边上边虽然有点黄 但是白的地方很软 对 但我这边基本上整个都是均匀 对 而且颜色的对比太明显了 好,那我们现在先拿出来 小心热 跟一样大小的盘 对,你看看 这里也没有空隙 但是那边旁边还有的 你看看我这只包也黏在一起 你看看我刚才这样就拿起来 你看看 这两个已经黏住了 对,黏住了 对 对 为什么我这个摸上去呢 很软,你看看 对 然后这个有点硬 就没有那么软 但是这个就很软 真的,你看看 你看我轻轻一点 它就已经可以 好像任何摆动一样 但是这个已经是偏硬 根据我们这个情况 会不会说市面上面 如果看到那些又白又软的包 就是用含铝的炮打分来做的呢 你这么说 好像有些道理 不行 可以继续调查清楚 或者搞清楚这个问题 样本是绝对不少得的 不要说广东的包子铺有多少 单单是广东台附近的一条街 就有好几家买包 所以人家又怎么找到 最适合这次调查标准的样品 那样品肯定是要追求准确的嘛 那我一个人绝对是没办法 立刻找出又白又软的包 那我就有我们的家方朋友 那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肯定知道哪间店铺买的包 是又白又软的 那我们现在立刻去问问他们 好 谢谢阿姨 调查人根据大家给到的讯息 去到不同的包子铺 买到街坊认为最软的包 松软的包就是含铝的这个假设 是不是可以有效辨别含铝的包呢 那我现在已经找了三间店的包 那这些包都是我们的街坊 吃过之后觉得最白和最软的包 那究竟他们有多远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个实验 那首先我们拿个一号起身 调查人将三个包的皮分别挽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三个包子的包子皮 部分亦都是不同大小的 但是经过水印将三个包子皮 分别游成小团之后 就发现三个包子皮在游之前是最大的 而游完之后就跟另外两个包子团的大小 就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三号包是松软度最高的 那包的松软度 是不是真的跟女儿有直接关系呢 但从刚才的实验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包是真的又白又软的 那不知道这些包子是不是 都是用这个含有泡打粉造成的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已经将同样的三种包 已经打包好 并且是已经偏上号的了 那我现在立刻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测 结果已经出来了 报告就显示三个包当中 其实只有一个含有女成分 但并不是三号而是一号 它的女成分含量是每100克有7.12毫坑 这次的调查结果 并不是我们遇上当中的 不过起码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之前采访到的街坊 他们喜欢吃的包是安全的 到这里我还是想问一下 我们平时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辨认一下含女的包呢 一般来说呢 含女的包子也就是加了这些泡打粉 让它蓬松变得这种比较大 比较鲜的这样的一些包子 我们可以通过看它的这个形状 以及闻它的味道 那比如说看它的形状 用它这些加了泡打粉的包子 跟我们用老面发酵出来的这些 馒头包子相比的话 它们的这个弹性比较不好 一般来说用泡打粉做出来的馒头和包子 用手捏的话很容易就塌下去 然后没有太多的弹性 老面的这个馒头呢 它的弹性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而且吃在嘴巴里面会比较有嚼头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可以闻它的味道 一般来说如果用老面发酵出来的 这些馒头和包子呢 它的面香味非常的浓郁 但是用泡打粉做出来的这些呢 可能会有一些发糕的味道 所以它的这个味道 看它的这个外观都会有所区别 生活调查团提到你 包子之所以会有名法 是否商家为了利益 用一些含量的泡打粉 不过这种泡打粉是不合国家标准的 是国家有明明规定 不允许商家将这种泡打粉添加到面制当中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便认放心包的方法 第一就是看它的颜色 用传统工艺做的包 不单止白中发锅 而且抹在手里面也不会干 即使是捏扁了 松手之后还是很快可以復健 第二就是吃它的味道 滷面馒头还有一股淡淡的面香味 而生用了添加剂的馒头 吃到口里面就有发糕或者是面包味 好了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 又或者你在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解答的话 都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和我们一起互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